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个问题我一直都没有问到 直到我三十岁那年 我父母亲口跟我说 其实我在几个月大的时候 他们就抱着我回家收养了我 当时听到这个消息 我没有觉得晴天霹靂 反而还挺平静的 除了一直我都有些心理准备之外 我也经常问自己 是不是亲生难道真的这么重要吗 早几年我在英国回流回香港 其中最主要的原因 就是因为爸爸妈妈年纪都大 而且也患上这个脑退化症 甚至像妈妈那样 其实连我是谁都不认得 不过我一点都不介意 只要还可以陪到他 那就还可以了 在四月尾 我在社交网站上面 写了一封公开信给我亲生父母 里面还有一张 我小时候跟养父母 一家四口的合照 内容大概是想告诉亲生父母 你们放心 因为养父母代我非常好 当年你们无论什么原因 扔下了我不管 我没有生过你们 养父母今年也九十几岁 希望如果你们看到这个消息 送上你们的祝福 和多谢 那就是足够 我很感激我养父母给我的一切 在你们身上 我还学会什么叫无私的奉献 什么叫爱 爱不是建基于在这个血缘上面 而是在你的心 能够在你们身上 学会那么多东西 真是令我一生受用 爸爸妈妈 你们不用担心 我大过儿子了 多谢你们的教导 多谢